虎人今年经历了一个失败的赛季,赛前高喊着总冠军,结果却连复将赛的资格都没拿到,在五元纪录赛后,除了沃格尔,微少和浓眉,遭受指责外,作为领袖的詹姆斯也遭遇不少质疑。 近日,洛杉矶知名记者乔万不哈爆料,禅师·菲尔杰克逊建议,虎人老板珍妮巴斯认真听取关于詹姆斯的将益报价,大而一种务必把人送走的态度。 禅师认为,现在詹姆斯已经不属于虎人的非卖品,想要解决虎人目前的困境,就必须要交易他。 要知道,禅师和珍妮的关系一直很密切,两人曾经是情侣,并且也是合作过很久的伙伴。 珍妮巴斯时尚邀请,禅师一起外出就餐,他在虎人队内管理层也有着一定的话语权。 所以对于禅师这份交易,虎人管理层也给出回应,是否交易詹姆斯,这还要看他本人的意见。 虎人这个态度足够出名,现在詹姆斯确实已经不是球队非卖品了。 尽管这个赛季,37岁的他打出了堪比巅峰时期表现,但在防守端和体力明显大不如前。 只要詹姆斯在虎人,他就必须是第一核心地位,需要求全,这也意味着其他年轻球员无法获得表现机会。 因此,交易他或许是解决虎人目前困境的最好办法。 那么,觉得虎人应该送走詹姆斯吗?